0918厂镇重创花莲南区三乡镇铁路公路的交通 随着三天国庆廉假即将到来 玉立境分局高度关注也提前应应规划 也依照辖区内交通的状况 滚动式编排交管及测速机查 另外针对台铁玉立站到副里站类火车交通 周边疏导确保人车顺利通行 111年国庆廉假即将来临 但是0918的强镇重创花莲南区玉立复里 以及卓西三乡镇铁公路交通 为了维护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玉立境分局则无旁贷早已规划 交管机查以及疏导等措施 玉立境分局除了是将依照辖区交通状况 做滚动式编排交管勤务以及车速机查 另外针对台铁玉立站到复里站类交通接驳方式替代 玉立境分局也将加强车站周边交通环境的疏导 确保人车顺利通行 在本月8号到10号为本年度双十国庆连续假期 本分局辖区因受918地震影响 造成东西向道路受阻 另外火车部分玉立支付里段仍在抢修 因此本分局特别规划交通疏导勤务 地球廉假期间各位游客的行车安全及顺畅 另外最后也宣导 四季交案最后一季为5号之路口之行车安全 也请相关用路人在行经路口时 务必减速慢行 注意来车防止车祸发生 交通组长陈伟杰也经营部表示 由于高辽大桥轮天大桥以及长幅大桥 因0918强震严重回损 目前全面封闭禁止通行 因此也请用路人注意遵守交通道路指示 绕道而行 玉立警分局分局长文基辛表示 而这一次双十三天连假为本年度最后一次的连续假期 玉立警分局分局长文基辛也请返乡过节的民众 务必恪守交通规则切勿酒驾 并遵从警方的疏导作为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道